Flatel Design的機箱多數以簡約的造型設計為主 今次的Define Mini 亦不例外 外形自己用作簡單的線條設計 內籠等部份以靜音元素為主 可以說是Define R4機箱的Micro ATX版本產品 Flatel DesignDefine Mini的外形只有大概210 x 395 x 490mm 屬於Mitower 類型的機箱 正面部份以揭門設計 揭門板就用了純黑色的表面 並沒有任何圖案或字樣 揭開門板之後 就要見到兩組光碟機安裝位置和通風口 通風口裝設了可拆式隔塵網 裏面可以垂直並排安裝量做120mm的風扇 開機按鈕和USB接口等就像是機箱頂部 提供量做USB2.0和一組USB3.0 另外為防止用家不按重置鍵 重置按鈕移到下方門板的一邊 和開機按鈕相隔一段距離 較為小見 來龍方面 Define Mini適合安裝Micro ATX主機板 設有四組擴充槽 空間足夠安裝260mm 或者400mm以下長度的古道卡 至於底部的電源器長度上限分別為140mm和220mm 在靠近機箱前端 就設有兩組搭起的硬碟架 每組可以安裝2.5吋或3.5吋硬碟機各三隻 合共可以安裝6組硬碟機 散熱方面 機箱的前門板裡面 已經裝有一組120mm的風扇 美容家亦可以額外加裝多一組 底部接近電源器位置 亦可以安裝120mm的風扇 至於尾部就預算裝了一組120mm風扇用作超風 還特別以靜音設計 只會在中低水平的轉速轉動 另外Define Mini附上一組風扇控速器 可以裝在機箱尾部擴充槽位置 用來控制三組風扇轉速 至於Define Mini的頂部和側板 亦各自有一個適合1B10mm風扇安裝的出風口 不過機箱在出掌的時候 就預先用隔音的塑膠墊覆開 如果有需要才自行拆走和裝上風扇 另外在機箱的側板等位置 有一貼有隔音的塑膠墊 除了隔音的同時亦帶有吸震的功能 而保持機箱靜音 再集ур一下 再集完 再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